黑衣男子圍住銀色轎車 強開駕駛車門 雙方在大街上大聲爭吵 這使黑衣男拿出刀線猛力回向車窗 沒想到駕駛也不是好惹的 立刻持刀下車反擊 兩人當街追逐叫囂 躲回車上的男子 趕緊一路倒車要去救人 事發在4號下午5點多 新北瑞房區三名男子攔車持刀追殺 造成陳姓男子 左手掌出現2公分撕裂傷 據了解受傷的陳姓男子 分期付款買車借給遊戲女子 沒想到期間發生車禍 陳姓男子又沒按時繳納車帶 銀行就把車從修理廠拖走 雙方因此產生賠償糾紛 而遊信女子的乾兒子心生不滿 夥同兩名友人要教訓陳男 結果反被陳男在馬路上追殺鬥歐 原警趕赴現場發現陳姓民眾 左手掌受傷 經送醫治療後傷勢無礙 深夜將三名犯前全速查戲盜案 街頭亮刀藍車鬥歐 引發附近居民恐慌 警方訊後也將以妨害秩序等罪 移送地震署偵辦 見楊杰成貫新北報道 這次報警啊 店家騎樓熊熊烈火不斷燃燒 店員慢慢往前移動 只見整部電動機車燒成一團火球 事發太突然 讓車主措手不及 好在這時候一旁鄰居見撞 趕緊提著滅火器赶來救援 所幸火勢不到20分鐘就被撲滅 消防車也趕到現場不水線戒備 5號中午12點多 澎湖一間半水裡電了騎樓 一部電動機車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車主的鄰居拿了五六支滅火器去滅火 才沒有讓火勢蔓延 它碰一聲啊 就碰一聲的時候就火燒起來了 他們拿滅火器我們就弄手 應該是它的那個電池 因為我們救火就到它 那後面那個電池的火都燃掉 起火的是一輛免牌照的微型電動車 因為馬力小 很多車主都會在花錢改裝 但非原廠規格的改裝 也對安全造成了隱患 幸好火勢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至於相關的起火原因還有損失金額 還有帶火吊科進一步釐清 好 主播白色休旅車安全器材爆開 車窗玻璃碎裂 右側車門板經凹折變形 見識人員正在現場進行採證 遭撞機車殘破不堪 車頭和車身斷成兩階 歧視物品散落一地 新北中和景平路與安樂路口 今天凌晨兩點多 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由於撞擊力道非常大 一名男騎士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送一後宣告不治 休旅車女駕駛則驚嚇過度 攤坐在地 救護車抵達現場 先將女駕駛送一觀察 初步研判休旅車疑似 是被機車從右側高速撞擊 女駕駛經警方酒測後 沒有酒駕 死亡的機車騎士 則有待抽血檢驗 是否闖紅燈亮成意外 還有待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 調查釐清 以上最新主播 警方接獲通報 酒吧外發生了大亂鬥 好笑 好笑 好安靜 遠景拿拉交稅 迅速控制混亂場面 動手男子被壓制上鋼 雙方被架開 還爭論不休 誰打的 他 他在打我的 這麼多人打我 好好講到每個都打的 4號凌晨5點 三名女子在花蓮國蓮二路的 這間酒吧 圍繞四名男子的酒桌 將沒幾句一群人爆發拉扯 在酒吧內扭打成一團 會大大出手 全是因為在廁所的這個動作 在酒吧廁所內的彭信女子 被狂敲門催她趕快出來 讓她很火大 於是找了三名朋友 找隔壁桌的四名男子理論 雙方一次喝多了爆發口角 四名男子將沒幾句就動手打人 變成兩桌多人大混戰 一群人從店內打到店外 就連遠景道場一對兄弟黨 都還在繼續毆打被害人 被依現刑犯逮捕 警方將現場鬥毆之四人 依妨礙秩序罪 移送花蓮定監訴偵辦 還有三名男女參與鬥毆 警方將陸續傳喚道案說明 為了搶廁所 竟然演變成集體鬥毆 失態太離譜 記得劉己嬌李宗哲 花蓮採訪報導